路邊民宅突然有老翁被鐵門壓在地上 救護人員接獲通報立刻趕到現場 拿油壓檢破壞鐵門 好在老翁還有氣息 趕緊將它送一起救 原來新竹這一名上偶的80歲老翁 雖然有6個小孩 但都已經成家立業 他平常一個人獨居 儘管每天都會外出散步 跟朋友泡茶聊天 子女也非常孝順 常常回家探望 但老翁天天一個人住 還是覺得心情郁悶 鄰居表示老翁的小孩 其實都很孝順 只是就算天天有人嘘寒問暖 心裡還是覺得很寂寞 老翁的小孩原本希望老爸能輪流到子女家同住 但他覺得這是他跟太太充滿回憶的地方 所以選擇留下獨居 對於沒有能夠及早發現父親的情緒變化 兒女也都相當自責 說以後一定會花更多的時間陪伴 讓老父親不再感到孤單 記者黃志昌 廖玉智 新竹報導